明天的視頻 測試 想說光智能照明系統 用在居家照明的部分 那它可以進行任意的色溫調整 例如說調整的暖色性 或暖色性發展 那我可以進行任意的色溫調整 它也可以藉由微熙光浮移做光維瘦 讓調整出來的質是準確的 那它也可以進行各種顏色調整 就是說我將居家藏民旋偏綠一點 或偏紅一點 或偏黃一點 可以這樣延續調整設定 那照明可以按開關 那亮度也可以進行調整 亮度可以任意的調整 那它具有許多擴充的功能 特別說睡眠模式 就是設定睡眠的模式 就是當你入睡的時候 這個光磁的時間流漸漸變暗 到完全熄滅 再來設定喚醒模式 就是軍機帶鬧鐘的喚醒功能 那設定你應該睡覺要什麼時候 要起床 利用光線來喚醒 然後還內建 然後還內建 數位相關的功能 當不使用這個系統的時候 要配做數位相關的展示 那當你的室內照明要回覆到 純白光的時候 有個筷子一鍵可以回覆到純白光 就是說 我現在光線設定成紅色 那當我要回覆到純白光的照明 我只要按一個筷子在這邊 回覆到純白光 不管是當時是存在什麼樣的顏色底下 那再來 內建 這個影音播放的功能 還有情境照明的部分 以情境照明的部分 很內建有很多種模式 舉例來說 我需要一種自然光線的感覺 我們可以搭配音樂 在一個放鬆的環境空間 那光線 會漸漸的變化 隨著音樂的節奏去運動 那或許 我們在進行家庭劇院的播放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營造一些情境 就是說我們今天在看一些 比較恐怖的片子 那我們可以先看到 所謂驚悚的模式 去營造一種 驚悚的感覺 或是說 跟朋友跟伴侶 要營造一種浪漫的感覺 那浪漫的色系 可能會偏向比較紫色 光的活動 之類種種利用 那麼 當你在閱讀的時候 我們可以 射台最佳化修正 它會把這個照明 修正到最好的顏色性 讓你在做閱讀 或說做顏色判別的時候 會不會失真 因為它架構在電腦系統 所以它具有無線擴充能力 甚至遠端操控能力 遠端遙控能力 也可以結合雲端技術 去擴展更多能力 主要是 NHK NHK